电视剧步步惊心掀起四爷热潮 让人不得不注意到 清朝这位像名一样的雍正皇帝 从登基到死亡短短13年传说不断 但因为他突然在北京圆明园猝死 加上清朝文史档案中 对雍正死亡的记载相当少 让人觉得不单纯 甚至民间传说雍正是被谋杀 而且遗体没有头 到底正像是什么 你现在不怕我了 我什么时候怕过你啊 以前没有那么一点点 吴奇路饰演的四爷雍正 高雅帅戏深情款款 但在历史小说里的雍正皇帝 却是一个残忍又严酷的暴君 在民间野传说 雍正在位的时候 柯伯扫恩动辄大家杀戮 租连九族 所以不同意他的意见的 或者反抗他的 或者对他不满的 他就进行报复 进行制裁 绝不守软 往上驾崩前 一面欲臣 四皇子人品贵重 身孝振功 必将继承大土 则即日登基 继皇帝位 西元1722年 四皇子应征 从康熙手中接过大前江山 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结束九旨夺敌的争斗 但13年后 雍正却在北京圆明园 猝然去世 根据史书记载 雍正平时身体很健康 怎么会突然暴庇死亡 由于死因不明 江上轻功记载的很含糊 难免让人起疑 他的死因究竟为何 民间传说开始流传 雍正不是病死 是被谋杀的 突然 有一次晚上 突然散出一个人影 原来是吕思良 狗皇帝 拿命来 四娘 你真的要杀朕吗 绝海深仇 我不得不报 拿起自己身上暗藏的匕首 就直接刺杀雍正 还把他的头颅割下来 带走 吕思良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谋杀大清帝国的 最高统治者呢 据了解 吕思良的祖父 吕刘良 是浙江提倡 反清不明的主名文人 尽管雍正当皇帝的时候 吕刘良已经过世 但却因为一场震惊 全国的文字狱 被皇帝 钦定大逆罪名 开关便失 至于吕刘良 著述邪说 棒极先帝 我 错骨扬灰 一事发成 他已经刺死了 所以棺木中 抓来这一个 把他砍死 甚至他的儿子 叫做吕宝中的 也被刺死 那 他的孙辈 都被下放到 黑龙江的灵谷塔 当时吕四娘 躲在如母家 所以逃过一劫 但是消息传来 他气愤填膺 所以他呢 发下毒誓说 不杀雍正 死不明目 意外死里投身的吕四娘 看着家人 一个个被雍正诛杀 决定只身北上金城 为家人报仇 吕四娘就跑到了北京金城里面 然后每天到紫金城上面 潜入皇宫里面 去了解雍正整个的一个作息 有一天 吕四娘乔装打扮混进宫中 打听到雍正在圆明园故夜 而圆明园的防守比较松懈 吕四娘便飞檐走壁潜入了圆明园 找到正在笼床上熟睡的雍正皇帝 吕四娘看 机不可涉 就把这个雍正的头砍下来了 用包袱包起来 就这样隐身而去 隔天大家一看 雍正居然死了耶 皇帝死了没头 那还得了呢 所以还特别用黄金打造了一个黄金头 来去放在雍正的遗体上来进行下葬 皇帝被人杀害 连头都不见了 这是多么害人听闻的大事 吕四娘刺杀之说不进而走 但缺乏相关证据 历史学家认为这不过是败管掩饰 皇宫警卫森严 你要越过很多的路线 或者要假扮公寓 或者自己的武功这样跑进去 一个汉人一个小女子 要去刺杀雍正 我就觉得是可能性不太高了 在好这么大江旗鼓的弃拿之下 吕四娘如何能够以一个十三岁的年纪 去逃过一劫呢 所以从各种方向来看 这种遇刺的说法 其实是完全不可信的 由此看来 吕四娘刺杀雍正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那么雍正皇帝真正的死因 究竟是什么 还有一种说法说 雍正是死于过劳死 因为雍正担任皇帝之后 每天消憨勤劳 都会自己亲自批奏章 他常常在这个庆功档案里 几乎可以看到他批档案批奏折 几乎都到两三斤 现今所留存的雍正朱批里 可以看到他跟臣子们的互动 少则数十字 多则数百字 甚至有时候会像老师一样 帮大臣抓于地 譬如有的时候 大臣自扁自己是奴才 就被雍正圈起来改为臣 像老师在改学生的作文一样 而且数十年如一日 这样的一个情形 每天日夜操劳之下 也让雍正自己的身体不堪负荷 于是过劳死成了第二种说法 但还有历史学家根据现在留存的 轻功档案研究 认为雍正很可能是吃丹药中毒死呢 他是来一首诗 叫做炼丹丝 千杀和药物轰过老云团 如运阴阳火攻剑内外丹 你看这个诗里面 又是炉火又是千杀 雍正时代 他属于这个比较比较迷信 比较幸福的祥瑞之俗 就是江湖素素的一些方 偏方或者一些江湖的这样的炼丹 他都很相信 而且希望能长生不老之事 学着研究 雍正不但喜欢炼丹福丹药 甚至还会将它当成礼物 送给受宠的大臣们 据说他还曾经下密令 要求这些达官贵人在四处寻访的时候 能替他找到善恋丹药的道士 或者是相关的人员 最了解这个寻求名医事事的预订 大陆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九份 台湾故宫也有六份 每份都是雍正的真姬 可以看出雍正给这件事情的重视 那在清宫档案里面甚至有出现 在圆明园 曾经有大量使用煤炭 财心 矿砂 硫磺 黑铅 这样子所谓的炼丹的原料 这些化学原料现在我们来看 有一些叫做铅 铅中毒 或者重金属 乾隆在雍正时候呢 马上把这些道士从皇宫里面驱逐出去 那如果是说这些道士在宫里 并没有做任何大逆不道的事 为什么要在雍正时候 还特别把他们逐出宫去呢 那一定是跟他们练的丹药有关嘛 种种证据显示 雍正很可能是服用过多的丹药而暴毙 但历史上关于雍正的负面传闻不少 而历史学家说 这些雍正都知道 他也被传闻所苦 有人说他四兄四父四母 十大罪状 他气得说动不了 动不掉 他就干脆自己写了一个所谓大义绝迷路 说我们怎样这样这样 就成子弟无垠三百两 游别于传说 他是个冷酷无情的暴君 雍正其实私底下还曾玩过cosplay 他扮喇嘛 扮道士 甚至戴上假发 假装洋人刺老虎 包装的是一个他可以徒手隔虎 或者他是有时候很悠闲的可以钓鱼 是这个动作我想是一种所谓的皇帝 或者是一种包装的一个星座 雍正皇帝在位只有短短13年 虽然这位迷洋君主一直有争议的存在 不过由于他的文治武功 也扎扎实实地帮儿子乾隆皇帝打下基础 王上